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来咯,所以我们第一段的话呢 其实不要写很长 它其实有一两个字,它就走了 主要是要给出今天这一组东西的 这个主题还有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 所以通常呢,我们可以这样开头 有没有,好 所以我们可以说 in the set of materials 你先讲阅读的文章 The reading passage 说了什么 我可以说 The reading passage The reading passage explains 注意了,用现在解释 The reading passage就一遍 所以话记得,你现在解释的话 写的话动词你要加S 如果你觉得你不喜欢有诗类的 可以用别的,你可以用 Presents 可以,你可以换一些不同的动词 或者是呢,你可以用reveals 也可以,透露,都可以 所以的话,你其实这些动词的选择 都看对人,看自己个人的习惯 来咯,好 所以你可以用什么呢 你可以用disgust 然后加YES 来,所有的讨论是什么 所以刚刚我们讨论过 是什么,是讨论 the disadvantages 缺点 要通缩 有没有 所以再加念出的缺点 有没有,好 来咯 那我们刚刚知道说 听力,对不对 角色相信交代 所以要点出来 所以你自己知道 没有,你要把它点出来 有没有 好,来 再写一个句子 而我们的listening passage讲了什么呢 我们的listening passage 听力这一篇 来看咯 来 这还记得吗,听力是讲的 刚相反,对不对 所以她是想 我们听力想什么 有没有 好,来咯 所以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来玩个小游戏了 来 所以同学 看咯 我不是在玩照抄咯 不是在跟你讲说 为什么我们要去学一些 不一样的动词啊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 你如果刚刚前面 你如果已经是用了express 对不对 你这边就不要再用 express 对不对 所以在这边的话 你可以用别的 好不好 你可以用什么 discusses 总之呢 你可以去选择自己的组合 好,总之呢 你要用自己的选择 要有变化 这样的话 分数才会高 好,那我们的listening passage 是什么 express reveals reviews leadvages right 我们是讨论优点 apunktually 好 同学你看 短短的一句话 其实没有很短 所以的话 这样一句话 你只要一句话就可以了 一段两句话 如果你觉得 你想要学两句 重点是 主题是什么 是梦是玻璃 你要点出啊 然后呢 俄良者间的关系什么 两个相反的 对不对 一个是想优点 一个是想缺点 对不对 所以的话 这是我们第一段的1910 但是你们大家就练习 解解看 所以第一段的话 是很重要 因为第一段可以看出来说 你到底要搞懂 今天的题是什么 然后呢 还有我们 reading和儿子敏之间的关系 为何 就是在第一段当中 要呈现出来 所以呢 刚刚跟大家讲过 我们在写作的整个过程当中 对不对 我们在写作的整个过程当中 这是我们写作的界面 然后呢 这是我们第一部的 reading passage 对不对 这是我们第一部 三分钟的文章 就出现在左手边 对不对 那同学你看咯 所以我刚刚跟你讲说 我们在写中的电子阶段落的时候 你的重点 要摆在你儿子 你所听到的东西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从后到尾 我的阅读的东西 都摆在旁边给你看 所以你不能写太多 所以它要看的是 你知不知道 懂不懂的 怎样去 summarize 它的重点 好 所以来 我们就来写这一段好不好 所以刚第一段出完之后 我们现在听到第一个论点 所以第一个论点的话呢 我们可以箱子开头 我们可以说首先 好 first of all 所以拿开我们 就是用一句话 去 summarize 我们 reading 当中 作者对于自己的部分的观点 要不要 所以呢 first of all the reading passage 我们的阅读的文章 说了什么 对吧 来 所以阅读的文章当中 好 阅读的文章当中 声称说 assert that 好 在这个家里面出的孩子 好 这是一句话 like first of all the reading passage sers that homes for children learn less than those of traditional schools do 没有 所以的话呢 第一点的话 我们在阅读当中 很清楚的 他告诉我们说了 在这个家里面 念书的孩子 比传统学校的小朋友 学的蠻少 对不对 一句话就好了 不要再写太多 对不对 所以就好像 我们一直好像 跟大家在讲说 你在写作的时候啊 自己常见的这些 transition words transitional phrases 它是很重要 因为这样可以点出来 有关于前后之间的关系 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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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间 段落之间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transition words 跟transition phrases 来讲的话呢 你是可以来做正确的运用 不要用作 所以 好 我们来看咯 incontrast 对不对 接下来咯 我们就要说 对不对 我们的 格斯丁 passage presents 有没有 好 来 presents 相反的意见 对不对 我们来换一个字 presents opposite 相反的 相反的观点 好 然后呢 刚刚我们的作者 刚刚我们的教授有提到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写了 实际上 好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先把教授的观点 先把它写出来 对不对 as a matter of fact 实际上 the professor's client 我们就再换字了 宣称 教授宣称说 the professor's client that home schools use learn far more than those students attending traditional schools 那刚刚提到 教授 我们刚刚也有查到 教授的提到是 研究显示 the back 好来咯 好 我们这点要写到 因为这个是我们支持的信息 因为 你这个蓝色部分的话呢 只是针对说我们教授的意见 那 但最主要的部分呢 之所以可以支持他这个观点的部分 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研究显示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可以说根据教授的讲法 对不对 according 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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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rofessor 根据我们教授的说法 对不对 好 很多的研究显示 对不对 好 many studies 好啦 所以他就是有关于 教授告诉我们 是根据研究显示的 这个研究的结果 对不对 最好可以用这样的词 according to the professor 根据教授的讲法 according to the professor 很多的研究 many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home school students learn much more knowledge than typical students of traditional schools 所以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个 我们的字述的配置上面 有没有 绝对是 绝对是 所以我们听力的部分 很会注意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所以的话 整个我们文字的部分 这样子录色可以知道 所以的话 我们只要有一句话 去把我们 read the 这个部分的观点 就是submarce 出来 然后剩下呢 重心的话呢 是放在 所以变成说 你在听听力的时候 你抄的笔记 你抄的笔记 想不详细就是很重要的 所以的话呢 这个会发现吧 来到我们的写作 听力还是很重要 好吗 好 来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这一段示范给大家看 所以你回去的话呢 我们的social energy 这一段 对不对 还有我们的这个 学科的选项部分呢 m5号指 好不好 就练习看看 那其实说 conclusion的部分 其实实际上 conclusion部分 会跟我们第一段非常非常小 基本上呢 就只要干嘛 只要summarize 我们今天这篇文章的 idea clear了 所以他基本上 他跟我们的第一段 外表讲的非常的像 可是你不能造超 因为像是这样的好笑 所以的话呢 基本上呢 你就是去做的事情 就是什么呢 paraphrase 我刚刚讲过 有没有 坏字换句型 但是呢 不能改动原意的情况下 所以的话 基本上呢 你可以稍微去paraphrase 你前面的这个intro的部分 这样记得 就是你在summarize 同时呢 记得你要找到paraphrase 有没有 就是要翻字换句型 有些不样字 有些不样的句型 还是讲同样的事情 就是我们今天的 这个read的部分 是针对homesclaw的 就是大家一起在做介绍 那我们的这里部分 也是针对homesclaw的 优点 而大家一起在做介绍 好吗 好 那所以的话呢 今天的课程呢 就会到这边 那今天文章呢 麻烦点文章 因为这个搜捕考试是打字 所以的话 你作业 慢慢练习用打字 顺便记载下你的字数 够够好不好 所以的话我们的 整个写作再强一遍 对不对 我们的字数的这个区间 应该是150到25之间 好啦 所以下个期待 请一定要交作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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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